我儿子上个礼拜 解脱我的密码 重新更快 我说怎么带小 为什么准备要结婚 都说我一个过来人给你建议 别过来 六月儿子解锁手机 投刷一万元 李轩敢丁墙投胎 不要管我 公斗佛喜 容不容得下 是娘娘的气度 能不能让娘娘容下 是凭借的本事 三立都会台 最新影集《情爱坏蛋》 将在4月21号晚上10点首播 剧情描述扭曲的爱与贪婪 看似和乐的上流家庭 其实都是有秘密的 阵容除了李轩六月 还有睽違十二年 再续前缘的夫妻 万生豪&隋唐哦 为什么你开口闭口 要不是钱 要不就是人脉 就跟你一样啊 盘詹詹 你一般来说分开不断 你到底有什么企图 我除了这部戏 可以对隋唐之外 没有其他戏可以对付你 各种不顺 你知道它根本不用减肥 我每一次拍戏 我都跟电视台说 长官说我可不可以 拴少一点衣服 然后长官说你把眼睛撞了 知道吗 长官记得有一场情绪 就是哭到 我再哭了 两个小时收不回来 但我又不能爆雷 有社区的 然后夫妻有夫妻的 然后 亲情 然后两家的小孩还有一些 第二个小孩还有一些 很小 所以他们在 对不起 你想那两个小孩 你问过我怎么想吗 六月十个五年主演戏剧 在戏里是强试的贵妇 跟修杰凯是貌合顺利的夫妻 对儿子更是控制狂 但戏外依然是贵妇 越低 我说怎么戴小 为什么准备要结婚 都说我一个过来 也跟你借你 我儿子上个礼拜 解破我的密码 他以为不会通知 那因为当下被通知 我说姓小孩我被倒刷吗 然后我要打回去问他 他说我 我好像刚刚不小心按了什么 他有按确认我 不知道之后 我又按了一次确认我 我说你确定你不知道吗 对 游戏中心他不给退款 所以就是他赔三成 我赔七成 就从他的文件里面扣 罚他一年不能处置 但老大有属于那种 他会知错认错的那种 如果是妹妹的话 我就觉得是问题比较大 拜托是考四十二分 我说你怎么考四十二分 然后我就不会写 然后我说算了算了 那你下一次帮我 再努力一点好不好 然后再回来十二分 我说你怎么考十二分啊 哎呀没关系啦 我下次再努力 下次 下次哦 但下次考了零分 我说你怎么考了零分 全班会不会只有你一个考零分 哪有 毛毛跟你讲好几个考零分 不只我一个哦 然后就哈哈就走了 而资深演员李璇 送走杰法五十二年的老公丁强 透露一慢慢回到工作岗位 练习一个人生活 大家都习惯了吗 就很怕回家了 这几个又梦了 他梦了几次 你说长 但不是每天回家把电视打开 如果电视没好看 我身体打开 现在他刚刚走不久嘛 如果你想啊 你们这个磁场会很接近的 所以他会舍不得走 他就不能再投胎了 所以我不能 我这个小文章 我跟他讲 快点说快点说 不要管我 对了 然后我就让自己 不要想把声音开得很大 就翻身就好了 就过去了